我們選的是甩尾教學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開始吧 我們這次選用的車輛是福特的野馬 而車輛是南非的墨爾本 它是一條街頭賽道 有些彎可能會失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就選擇不甩 記得甩尾時入彎的時速一定要夠大 而且野馬這台的好處是它的馬力非常大 好再來就是髮夾彎 連續彎道 這是我親自錄的 我們先來看重播 我們從駕駛艙內看方向盤的波動 注意方向盤 其實在real racing 3裡面 只要入彎的時候把方向盤猛打 後面只要擺平的就可以了 然後在 在結束彎的時候 再反打方向盤 我們再打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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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可犯失誤了 好这些是我们今天的甩尾教学